美国九月的生产物价指数高于预期 并且投资人还在等待当地13号公布的重要消费者物价指数 联准会的鹰派会议纪要消弭了企业财报目前带来的利多 美股四大指数震荡走低 其中标普500已经连续六个交易日收黑 再创52周以来的新低 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跌 道琼指数下跌28.34点 收29210.85点 纳斯达克下挫9.09点 收10417.10点 标普500下跌11.81点 收3577.03点 非半指数下挫19.89点 收2198.60点 欧洲股市方面通膨数据居高不下 全球经济衰退的议题主宰了市场情势 欧洲三大股市也全数收黑 英国股市下挫59.08点 收6826.15点 德国股市下跌47.99点 收12172.26点 法国股市下挫14.73点 收5818.47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